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以及网络端的网友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鲁剑 今天我们的直播又开始了 我知道今天好像据说 已经现在有一百万了 对吧 已经破百万了 真直播 你看看是真直播呀 而且我告诉你破百万了 就已经现在都在等着呢 都在等着王源呢 我要告诉大家 是王源刚刚录完 至于是录的什么歌呢 我要必须保密 等10月1号中秋晚会 大家别忘了看 然后我只要告诉你 特别精彩 特别精彩 然后就不告诉大家 是吧 就一定要保密 然后呢 王源因为 我看从2014年 当时你们还是组合呢 现在呢 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 现在第几次了秋晚 今年是应该是算第五次了 我记忆当中好像连续每年都有吧 就哪年 去年 去年遗憾一点 因为没有在国内可能 就没有来到 去年2019年的秋晚 你没有参加 对 很遗憾 很多你的歌迷也特别的遗憾 对对对 然后因为去年 但是大家都知道去年你是去伯克利吧 对 我是国外上学了 是去美国吗 对吧 对 伯克利上学 大家都十分的想念你 然后那个今年的2020的又因为特殊的这个疫情 这个学业是不是也受影响了吧 对 现在就是上课形式改变了 变成了线下 线上 线上 那这好跟我们讲讲嘛 就是在这个 因为伯克利大家也都知道是这个音乐名校嘛 那你在那就是主要是学了哪些东西 你觉得对自己的这个音乐特别的有帮助 哪些方面你觉得对给音乐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嗯 其实就是老师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然后其实老师教的就是一些很基础的东西 然后其实真正学到还是靠自己跟别人的碰撞 那外交讲课都用都用英文啊 对啊 那你有没有恶补英文一下 嗯 就是还行 能听懂 对 还ok 还ok 对 太好了 那那那我们期待啊 这个把这个学业早日完成 而且现在呢 王源应该是多重身份 你看我给你数数 你看歌手这没问题 然后演员 演员王源 音乐人王源 作家王源 然后呢 对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主持人王源 没有没有 我没有主持人这 请问什么时候进中央电视台主持 我没有主持人这 是吧 然后他们已经说了 说如果王源来的话 那个第一个准备退位让闲的就是鲁剑 你差不多该退休退休吧 对吧 那个有没有打算啊 我觉得你主持人就 没有 没有 给我们留口饭吃 没有打算 真的 我们现在本来这个职业就 鸡鸡可危啊 所以所以呢 王源同学啊 希望就是守好这几个领域 对 但这几个以哪个为主啊 嗯 其实我是看兴趣为主了 对 嗯 就是喜欢什么干什么了 对 包括出歌的话 就是最近想写歌就写 嗯 然后电影又好电视又好就拍 对 专级呢 专级在筹备了 是吧 对 能透露一点 比如说你这多长时间啊 别让大家等太久啊 就是估计还会等一段吧 因为就是专级没有急 不能急的 对对对 那就那就少拍点戏吧 我觉得拍戏特别耽误时间 就是对吧 看吧看吧 那个第九天长拍了多长时间 一个星期 啊不可能啊 你戏份还挺多的呀 怎么才拍 就就拍了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就拍完了 对对对 那有没有发现自己拍戏还是兴趣挺大 然后这方面其实还很有天赋 可以继续发展 天赋不敢当了 但是就是遇到好的导演 好的剧本 好的演员们 就很开心 2014年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当时三小只 那个时候你们才 我觉得你长了不少个啊 今年都已经弱观之年了 我看比比 现在一米八了 你看看 真的这长得太快了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月饼 给我们尝一尝吧 这个我们这个直播节目呢 会给每一位送上一份 这个不同口味的月饼 你尝一下这个 你猜一下 这是什么口味的 能猜出来吗 能猜出来这是什么排 什么排的月饼吗 什么口味的 猜不出来 那个告诉一下 这是什么口味的 茉莉白茶 茉莉白茶呀 来我拿着吧 这样显得你脸小 好 没事没事 我这两天豁出去了 真的 咱俩衣服还行 我发现 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不要这个和比自己年轻的 然后比自己帅的人合影 你看你看这个合影显得我依着脸大 然后王源你看他的满脸的胶原蛋白 你说这合适吗 我们合影 行了不合了 差不多一张就行了 你还要拿着吃 不是太干了 太干了 你先慢慢吃点 有几个脑筋急转弯 王源想问一下 对对对 先让王源先消化消化 一朵花为什么会很好笑 网友我提问王源 这是什么呀 脑筋急转弯 脑筋急转弯 这是王源的粉丝问的吗 对 一朵花为什么会很好笑 因为长得漂亮呗 花好看呗 是一个形容王源的词 花为什么会很好笑 一朵老师 一朵老师 因为王源笑 花一样绽放 不对 脑筋急转弯 得往偏了想 我讲讲 一朵花为什么会 一朵花为什么会很好笑 一朵花为什么会很好笑 花有叶 花有瓣 花有梗 对了花有梗 聪明聪明 花有梗 对对对 对这是他们送给小梗 因为有梗所以好笑 对对对 还有一个也是小梗 我们想过的 太聪明了 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 小白加小白白 小白二 小二白 小白杆 小白无双 小白 小白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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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小白兔 我想起来了 兔 用英文怎么 小白兔 两只小白兔 两只小白兔 很可爱 然后 附加体 好 还有 如果有一辆车 司机是王子 乘客是公主 这个寄托了粉丝们 没好愿望 请问这辆车是谁的呢 如果有一辆车 如果有一辆车 司机是王子 是王源 乘客是公主 是粉丝们 请问这辆车是谁的呢 车主的呀 那如果的呀 如果有一辆车嘛 如果有一辆车 龙老师 对吧 这车 这车肯定是如果的呀 然后我们三年请王源 给我们的粉丝送上一波 来 陈虚的物专 我们看一看 抽个奖吧 那有口令 按我们的规矩 王源 你把口令告诉大家呀 而言而来 加结相伴 圆圆而来 加结相伴是吧 来 三二一 然后咱们一起说一下这个口令 来 然后手机端的这个网友们 准备好你们的这个手机啊 我们要说这个八个字的这个口令了 来 三二一 圆圆而来 加结相伴 八个字啊 圆圆而来 加结相伴 这个赶紧拿起手机来 迅速的这个输入 稍后呢 我们会来截屏 截屏的这个第一位的这位网友呢 恭喜你 你就能够获得王源的签名照 对吧 哎 所以粉丝们要加油了哈 呃 聊聊中秋吧 因为呢 我觉得中秋是一个特殊的节日 然后去年呢 你又到国外去了 嗯 然后呢 再再 然后第一次到国外的时候 过过中秋的话 可能 是不是特别想家 对 其实因为 大家在国内过中秋 其实 就是中 节日的氛围很浓厚嘛 在国外只能自己买个月饼 就象征性的够一下 所以 就是我觉得在国外的时候 就是大节的时候 中秋国庆 就是会特别特别的想祖国 对对对 那中秋会会和谁过呢 就一个人啊 一个人孤独的吃着月饼 找几个同学呀 跟他们一起赏月 跟他们讲讲中国文化呀 当然没有 我同学都是中国人 好的中国人 但也不用讲中国文化 那你们下次可以约着 一起过中秋 好 那谢谢 谢谢王源 中秋快乐 希望明年秋晚还能碰到你 好嘞 一切顺利它 谢谢 谢谢 打扰 一切顺利啊 financial Pro